新媒体宣教Espresso 欢迎你的使命人生 安平主讲 讲到新媒体宣教 通常我们会简单地认为 是在朋友圈发发经文 或者是转发文章而已 当然这很重要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用宣教的这个高度来看 每个时代 每位宣教士 每个领域 所需要的态度和装备 都是一样的 宣教首先要过语言观 我们熟悉网络语言吗 熟悉微信抖音的网络语言吗 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 即便是抖音和快手 那个语言其实也不尽相同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学 我们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吗 新媒体宣教似乎很简单 很容易 门槛很低 但是想要做得好 一样很难 宣教要过文化认同观 当年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 穿汉服可以 舒辫子很难 每个人 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盲点和局限 都是需要我们去认识和突破的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不屑于网络文化 新媒体的浅薄碎片 觉得他花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而且上面是嘈杂混乱 但是否这也是因为我们太过轻视 没有用宣教士的精神 去认真地看待新媒体宣教呢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真正在这片土地上 生耕扎耕耐心等候生命的成长呢 2020的新冠疫情 把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教会 都逼到了现场 从初期工具的使用课程 到实际的牧养 还有宣教挑战的讨论 还有圣餐圣礼教会论的神学讨论 新媒体时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随着疫情受控 教会恢复实际聚会 大家对新媒体也有了一定的体验 好像不过如此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白白地浪费了这场疫情 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突破性的阶段 新冠疫情 没有让这个工业革命停止或者是暂停 而是使它加速发展 甚至可以这样说 这场疫情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体验和预言 高速互联网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突飞猛进 逐渐进入大规模的应用的阶段 原宇宇宙 CHAT GPT 苹果的MR头显 分之踏来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势必也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宣教 不仅要看到新媒体上迫切的属灵需要 也要更有前瞻 不是还有四个月 不是看看再说 而是现在 立刻 马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